恭喜蔡总统在1月1号新的一年宣布开放莱猪进口 欢迎欢迎欢迎莱猪在牛年来临 巴名他英文成立 这样不管人民怎么拒绝莱猪进口也没用 要来的始终总会来 人民只好能做的事乖乖的等着吃莱猪了 麦当劳 丹丹汉堡还有其他饭店会不会使用莱猪给消费者 我们不知道 要是吃了死了也不能怪什么人 莱猪来了人民能不吃含有毒素的猪吗 除非做和尚尼姑咯 我要被法律处理了 既然我敢在大家面前说莱猪有毒 蔡政府他们说过了 要是人民传播有关莱猪有寒 毒素的谣言就会被法律处理 说也不能说 但我不怕 你们也不用怕 有什么好怕的 除非我们是猪 吃什么都行 连有毒的来物也能吃 要是莱猪敢来 我们就把那些莱猪胆的人一个个给罢免掉 他们能把我们的嘴封住 但不能打败我们的团结力量 对吗 示威一下有谁会有正常的猪肉不吃 偏偏要选择吃有寒毒素的猪肉呢 搞不好吃了还会得到疯猪症呢 所以说我们必须把他们一个个给罢免掉 世界的疫情都已经那么严重了 疫苗也不是百分百有效 现在又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B11-7病毒 蔡总统居然还有心情把毒猪进口给人民吃 民进党他们还能说很多违背良心的话 他们那些巴卡亚鲁 是嫌世界不够毒还是人死了不够多啊 罢免他们算了 以免让他们继续危害人间是吗 他们还说进口莱猪是为了台湾好人吃了对身体没害 也是为了跟美国建立好的关系 关系他们的锤子啦 美国现在面对的疫情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还会有新加护台湾的关系吗 搞不好这次的疫情可能是他们的莱猪所引起的 难道他们说是蝙蝠造成的 我们要心吗 做蝙蝠也太可怜了吧 每次有疫情发生都怪在他们的身上 要不然这样好了 叫民进党那些巴卡亚鲁 直接吃那些来很多报案药物吧 要是他们敢吃我们就闭嘴接受莱猪 要是不敢的话叫他们去开香蕉霜啦 不要在媒体上叽叽歪歪放股屁恐吓人民的 讨论表决前难免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但是党籍的立委 大家一定要脚步一起 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起 让法案顺利通过 他们观察到台湾这段时间 对于食安问题充满着太多似是而非的 充满着很多无限上纲的曲解 所以AIT的这个声明是希望 政治不要过度来介入科学 科学 科学 的食安 猪肉就算不是从美国进口的 从大陆没有什么药物来的 台湾也没有必要接受 台湾养的猪都已经那么多了 根本不需要什么猪肉进口的 要那么多猪肉来干嘛 除非是给蔡英文喂她的整容用的 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 只要能达到来自进口台湾这个目的 民进党和蔡英文以后会觉得 牺牲人民的健康福祉也没什么了 以后叫人民为党吃大便 都有可能啊 民进党这种野蛮式的执政手段 正让人稀释不移 这就是他们提倡的为台湾好 为民族自由的意思嘛 罢免他们这些八开腰肉 是必须的 这种野蛮式的 这种野蛮式的 这种野蛮式的